十号在柳神小弟们的帮助下 成功逃出升天 但没想到这些小弟中竟然藏有内鬼 十号险些因此遇难 书接上回 八臂魂族的那名老者天神 确认对方已经背叛柳神后 他撕裂虚空 散发强大神念 准备展开一场大战 而对方一头天神级的黄金像脉部走出 劝告老者 道兄 何必为了一株早已死去的柳树这样计较 这个少年拥有两道仙气 或许能够解开你我的诅咒 八臂魂族的老者怒斥道 你们即便是不再信奉祭灵 也不应该如此轻视 什么叫一株死去的柳树 我看是你该死 而后老者探出一只大手向前拍去 与黄金像的长鼻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间爆发璀璨神光 粉碎苍穹 这就是天神级别的威势 不过在交手了片刻后 黄金像低吼一声率先败下阵来 若非是他皮糙肉厚 防御力足够逆天 恐怕会被那大手拍得粉碎 黄金像并未气馁 反而大笑着说道 不愧为绝顶天神 但我还在撞年 路还很长 他退出之后 一头囚龙还有一只龙雀 以及几位人形天神 联手对老者发起了进攻 显然黄金像的进攻只是试探 他们想要仗着人数优势来击败老者 可这时远处又浮现出一个恐怖的身影 对着这几人说道 你们好大的本事 以多欺少不觉得可耻吗 黄金像等天神全都脸色大变 他们急速顿走 不敢多说一句话 直到离开这个小世界后 那囚龙才敢低于 那老东西竟然还活着 最起码也达到教主级了 怎么还能走出部落 要知道他们作为天神离开部落 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更不要提刚才出现的那位教主级的人物了 龙雀解释道 并非真身 只是一道化身而已 他是在警告我等 八壁魂族与人马族不愧是仙谷最强的大族 我们绝对不能与之硬汉 还是暂时撤退吧 这一月仙谷几大强族联手庇护荒的消息 传播了起来 所有人都是为之一阵 这个外来的少年竟然拥有那么大的魅力 可以让几大强族一起出手护他周全 当那些追杀十号的敌对势力撤走后 八壁魂族和人马族的强者们 开始寻找十号的下落 古魔族的一位天神说道 这个小家伙狡猾得很 早就逃走了 即便是我们不来 估计他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又有一位天神吩咐道 增派人手寻找荒 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这个消息传出后 想要动十号的那些人 都要好好掂量一番了 过了数日 古魔族的一位天神率先找到了十号的踪迹 十号刚想赢过去 可突然间感到了一阵寒意 这是本能的直觉 对方非常危险 十号不敢多想 飞速顿逃 那尊古魔传音说道 小友无须担心 我奉族长之命来寻你 十号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 挥动大罗仙剑展开虚空 离开此地 果然后方的古魔直接轰出一拳 震碎虚空 若非是十号祭出了一枚破戒符 多半是要受到重伤 十号猜测古魔族大部分人也许是善意的 可仍有天神觊觎他的肉身和仙种 想要暗中杀人越火 最终十号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主动前往最值得信赖的人马族 毕竟那里的生灵依旧信奉柳神 其族人应该没有坏心 然而两日后 十号来到了那片谷地 立刻就被一道强大的神士察觉到 一位人马族的天神横空而来 并热情地邀请十号回归部落 可十号又有了那股良意 他头也不敢回 直接顿入虚空逃去 后方的人马天神拉开弓弦 射出一只粗大的剑鱼 如同一轮太阳撞进虚空 万幸的是十号成功躲过 没有被射中 但那剑鱼拥有天神法则 散发出的能量 仍然将十号阵的口吐鲜血 刚才这一击实在是太可怕了 只差一点 十号就要被射杀 此时十号心中才彻底明白了 这些强族即便大多数人是善意的 可只要有个别人存有坏心思 也是极其危险 他若是一旦进入部落 很有可能会被天神暗中夺走躯体 抹杀神石 十号这时才觉得仙谷虽然无比辽阔 但却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必须远离任何不可靠的族群 他更明白了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唯有自身强大才是根本 此时十号身上的破戒符已经所剩不多 这次逃亡已经消耗了大半 而那枚守护符不到生死关头 也不能轻易动用 十号目光坚定 他要突破 要度过这一纪元已经不存在的天节 虽然十号面临生死绝境 但他并没有丝毫悲观的想法 反而是将其当成了一种历练 如果能够熬过这一劫 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如凤凰涅槃 蜕变出更为强大的自己 届时便再也无惧任何人追杀 命运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